文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夜問打拳 今天是反年改 因此而喪生的妙德生上校 他的出病 而在今天呢 其實整個台北市裡面 除了在哀悼他之外 國民黨亂成一團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國民黨決定提名的人數呢 居然是市議會的不到半數 也就是說國民黨自己限縮成這樣 那這樣的看法呢 就有兩種 一種認為你國民黨太沒有企圖心了 你確戰 另外一個說法說 國民黨這樣很好 因為這樣是務實 到底是確戰還是務實 我們可以來好好的思考 而陳明通說 他公佈答案囉 蔡英文政府的答案就是 對兩岸關係 我有兩張牌 一個叫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陳明通 你現在是陳主任還是陳主委 還是陳教授 你說的話 當真佛 如果真的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話 台獨就要掃掉啦 台獨是推翻中華民國憲法 而中華民國憲法是反台獨的 你先跟賴清德好好的 屁事命談好不好 我們今天把事情搞清楚 今天構成大權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之前好 大家好 立法委員費洪泰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之前好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黃子哲 主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台北市議員提名 為什麼這一次會 大家都會非常的關注呢 因為台北市民進黨過去 柯文哲可以當選秋風掃落葉 是因為民進黨跟柯文哲合作 而現在民進黨跟柯文哲矛盾顯現 他們的基層也亂成一片 基層都反柯文哲 現在此時此刻 民進黨執政很差 國民黨理應有機會 可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討論市議員選舉提名的方式 最後公告只提名31席 不到席次63席的一半 所以是一個防守的一個策略 而不是公 那當然引起很多的批評 國民黨現任副主席 好龍斌也是當過台北市長 八年的好龍斌 他說選戰有策略 有數據可以判斷 而國民黨的氣勢 比2014年好很多 當時2014年都提三四席 今年怎麼會這麼保守呢 從選情的數據跟選戰的策略來講 都不妥當 而宣布要參選台北市長的孫大謙說 台北市市議員現任的 不是號稱是金英雲級嗎 這種保障罵咖的提名策略 是不是太侮辱他們了 現任議員已經被保障提名 結果現在還要扼殺新人的參選空間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過去是怎麼一回事呢 過去1994年 一直到2006年的時候 總席次52席 94年國民黨提50席 當選20席 98年提名32席 當選23席 2002年提名22席 當選20席 06年提名27席 當選24席 都沒有過半 然後2010年提名33席 比較有企圖心 總席次63席 提名過半 但當選就是31席 2014年是最慘的 因為318太陽花發生 而馬英九步步退讓 整個社會摧哭拉糾 國民黨當年必定崩排 而且2016年也會完蛋 這大家當時就知道 果然當時提名34席 只當選28席 這是歷史的狀況 而有市長候選人講說 有人講說市長候選人強 選議員的小姬 才會跟著母姬 母姬如果不強 小姬只好 隨人還有小命 自顧都不暇了 沒有辦法去幫到市長候選人 這是現在的狀況 而黨中央已經鬧成一鍋粥了 黨主席吳敦毅 他說話也讓人非常的驚嘆 他說無論市長議長 我們都要贏 不過中常會只能關心 關於席次要尊重地方黨部 這實在是讓我非常之刺驚 這麼重要最重要的台北市 而黨主席的看法這個樣子 洪威 我現在必須要說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宣騰了兩三天了 那麼其實我這兩天 包含昨天跟今天 我的辦公室都打了非常多通的電話 那有一位呢 我們要參選的新人來問我說 他說那洪威姐 這個都是來罵人的嗎 我說還會有人打電話來鼓勵你 我說你們做得好嗎 當然都是來罵你的對不對 所以就說這件事情演變到今天 我必須要說 他裡面其實最主要爭議的就是 我們的席次要不要過半 因為現在公告提名31席 那很多人覺得說 哎呀那你起碼要提32席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算數問題 也就是一席之差 一席之差 多了這一席呢 那麼國民黨 你就認為國民黨是 哇非常有戰力 非常有企圖心 然後整個的這個 有一副欣欣向榮的氣象 然後變成30席少了一席 國民黨就是確戰 國民黨這些人員都是罷咖 你會發現就是一席之差 那我要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鬧到現在 那它的關鍵一席在哪裡呢 在我們台北市的內湖南港區 我要講一下 比如說我是松山信義區 這裡面內湖南港區的席次 事實上真的並不影響到 我們其他的選區的當選席次 因為各個區是分開投票 對 因為它是分開投票 不管你是民進黨你是國民黨 那但是現在影響所及 已經絕對不是只有這一席的差別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32席跟31席有過半 沒有過半 那當然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在這中間差一席 而現在吵成這樣 往內互打成這樣 而且因為這一席鬧到中常會 然後媒體大幅的報導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落幕 而且好像感覺越鬧越大 變成這個現任議員 我也是現任議員 我們現任議員都變成是貪心的 然後都好像變成虎姑婆 每個人好像都變成一副面目珍妮的樣子 我要講的 這對於國民黨未來選情的傷害 絕對不是這一席 我非常擔心一件什麼事情 我擔心再這樣往內互打 再這樣鬧下去 再這樣一發不可收拾 不是港湖那一席 搞不好每一區都多掉一席 是有這樣的可能的 我們先來看看2014年 2014年這是南港內湖區 最後選票得出來的結果 那從這裡前面有蓋這個就是當選 這個以上都是當選的 好這些當選高嘉瑜第一高票 高嘉瑜民進黨的 第二高票黃珊珊清明黨的 然後第三高票李彥秀 李彥秀後來在2016年去選立委 而現在是非常優秀的國民黨的立委 所以呢空出來了這個位子 然後第四名就是雀梅莎 那雀梅莎也是國民黨的 這一次呢就是成為眾矢之地的 台北市的議長 國民黨籍的議長吳碧珠 就是說據說她跟雀梅莎的媽媽 是幾十年的手帕交 那為什麼會是有關係呢 因為據說這是一種說法媒體的報導說 因為吳碧珠要幫忙雀梅莎 再往這個票再往上衝 成為最高票 以便於2016年的時候 來跟李彥秀來爭奪這個 2020年 對2020年的時候爭奪立委這個席次 所以就不要提名五個 因為2014年的時候 國民黨是提名五名 然後當選四名 好 那提名五名 勸勉莎當選 吳士正當選 陳益州當選 然後黃子哲 我們在場的黃子哲 2014年的時候 他跟新黨也是萊茵的新黨 趙家榮都是差一點點就一萬票了 然後你們兩個人 可能就可以再當選一個 可是今年你也參選市議員 可是你離開了 經營這麼久的港股區 你跑到另外一個區區選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爭端 告訴我們實話吧 當然 我們知道國民黨 很多人都說 國民黨會失去政權 跟什麼有關 跟青年世代的失落 或者是對於人才增補 沒有落實這件事有關 可是這一次 我們所台北市公佈的初選 各區的初選的席次 一公佈 你會發現 好像並沒有 黨中央 或者說台北市黨部 根本沒有想解決 所謂青年世代 失落的這個問題 好 這個最後會造成什麼結果 我覺得北市初選 台北市國民黨這個初選 最後變成有三保 哪三保 第一個保守 第二個保護 第三個民進黨吃到飽 為什麼 第一個保守 就是我剛剛洪威傑講的 我們明明這一次的氣勢 要比之前好 上一次我們都可以提到34席 結果我們這一次 竟然自己萎縮了 各種什麼考量 我們待會再談 所以說你這個保守的方式 並沒有辦法 尤其讓年輕人看到 國民黨想在這一次 2018的選舉 想要突破 想要往前邁步 想要找年輕人一起 並肩作戰的那種決心 完全看不到 第二個保護 我們這一次初選機制 我們是保護 優先保護現任 也就是說現任 大部分的形式 不用做民調 對 不用做民調 我覺得保護好的議員 讓他連任 這個我還可以相信 或我還願意接受 可是我們知道 每一個議員的狀況 都不一樣 這一次民進黨 高雄市議員的初選 剛過 掉了好幾個現任的市議員 民進黨有初選 他們現任也初選嗎 他們是現任的 跟新人一起做 剛出爐而已 他們沒有保護 沒有保障 對不對 所以說我意思是說 新人未必就一定 輸給現任的 很多優秀新人 他也許過得了這個門檻 可是你這樣保障的門檻 一放下 很多新人其次 就相對縮減 第三個民進黨吃到飽 對 你這樣子保守的提名方式 你根本沒有辦法 進一步的開拓 當然這其中有什麼角力 剛才講到就是說 是不是有議員個人的 施力等等 這不管 重點我要講的是 國民黨的制度面 我再講一個 2014年 國民黨也有青年保障 當時怎麼保障 它是硬性規定 每一個選區都要提名 一定比例的青年 就40歲以下的候選人 譬如說台北市假設 他規定要 我們有60幾席議員 那我們規定要有10席青年 可是整個選舉選完之後 總共有六個限制 完全沒有達標 換言之這個制度是有了 保障卻是空的 所以說在國民黨 這個危急存亡之際 你如果還不能痛下決心 讓青年世代幫國民黨打仗 那永遠就是一蹶不振了 費委員您從市議員一直到立委 都是在台北市選區 所以對台北市的狀況非常了解 我在松山新議選了三屆議員 我也是在民國87年 跟吳碧珠當時他副議長 我們合作 所以我當選了 他當議長我當了副議長 當時你是新黨 國民黨跟新黨合作 在剛才你看 這個在得票率 得票在當時 在民國83年跟87年 分別是陳水扁跟馬英九 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新黨很強 那時候是三黨不過半 後來到了2002年 2002年親民黨出現了 所以親民黨加上新黨的票 也讓國民黨不過半 吃掉國民黨的反彈票 三黨不過 換句話說 當時在你看 1994 1994 9802 當時是國民黨加上新黨 我們會超過一半很多 後來到 你看到了2006年 那是好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 那時候國民黨聲勢 剛剛選完總統 所以聲勢很強 那時候 新黨跟親民黨還是不錯 所以國民黨的席次 你可以從20席增加到24席 這都是演變的 國民黨在我們看到這裡面 從來沒有過半過 從來沒有過半過 他當選的從來沒有過半 他提名有過半 他提名有過半 但是當選從來沒有過半 從來沒有過半 這一次當然平常講 這是2018 我相信我們在坊間 我們的選民給我 製造給我的感受 溫度是回來了 慢慢回來 當然還沒有辦法再回到像 像20042008那樣 那時候的感覺 可是比2014是搶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我們在各區就加一席 當選的席次加一席 像松山信義這一屆 是五席 對不對 五加一 我們全部是十席 松山信義是十席 五加一就提名六席 內湖南港呢 內湖南港全部是九席 全部的議員席次 國民黨是四席 理論上 全部可以當選九席 九席 國民黨現在當選四席 四席 所以原來一開始 這個黃黎炯儒 這個主委他定的調 大家也都接受 就是現任再加一席 加一席 現任再加一席 當然他們也是開出 相對的一個辦法 就是現任的通通 通通都不要經過初選 所以現任的人就同意 我要加這一席 所以你看別的地方 都是現任的加一席 內湖南港 內湖南港 就跟大安文山 大安文山 你看你怎麼去解讀 因為李慶元原來在四年前 是属於國民黨的 他離開國民黨 內席到底算不算是國民黨的 可是他綠了呀 聽我講完 所以大安文山那邊是有爭議的 可是內湖南港這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就是說我們事實要加一席 這是黨內的共識 原來的共識 因為黨內有這個共識 所以說現任的市議員 才不要經過初選 就是一種交換條件 說你們給我機會 讓我能夠提防軍人 不要講交換 默契 默契 這也就是現任議員 大家都同意了 所以坊間 像年輕一代 他們想要出來選 他們也同意了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發展的狀況不好 內湖南港的區黨部的 我們區黨部的主委都請辭了 因為他們認為就是應該要加一席 港部區的區黨部的主委都請辭了 各個理我們叫常委 黨部的常委也在串聯要請辭 我是覺得市黨部也好 中央黨部也好 應該要趕快來處理這件事 對 內湖南港的區黨部長 那個主委的主委都辭職了 因為他也跟地方協議的不符 因為當天決定席次突然改的時候 是有重量級人士強勢去做 可是現場沒有表情 首先不要一直去強調 歷史的原因 國民黨在議會從未過半 因為那個歷史的原因 剛才費委員講很清楚 不是新黨非常強就是清民黨非常強 我是清民黨出身的 現在清民黨已經綠了 大家都知道這還需要講嗎 國民黨當時帶著國民黨出來 柯P一上來幾個都投奔 就算不是綠的也是徹底白了 白的這次民進黨要繼續跟柯文哲合作 那些都是去分民進黨跟柯P的票的 所以整個綠營的總票數不會增加 可是搶奪的人多了 這個時候藍營氣勢又回溫 而清民黨又弱化 新黨的部分還可以談的情況下 國民黨竟然保守提名 這件事情我覺得第一個大家不能接受 這個是對於整體現在 大家對於民進黨被壓迫到這種程度 渴望有一個反攻的態勢 這件事情不服民心不服民意 也不服原本的選票情形 然後今天會鬧到這個份上 我認為台北市黨部有三大錯 第一大錯誤是 在為什麼昨天會演變到中常會 連郝龍斌做過台北市市長八年 現在是國民黨副主席的人都出來發飆 大家不會覺得很意外嗎 郝龍斌是這樣的人嗎 是因為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是參加中央提名委員會 小組成員之一 他在市黨部開會之前 已經跟中央報告過了 他跟地方區黨部的 大家討論的結論就是33席 對 這個33席不就已經過半了嗎 也符合大家的部分 而且也是大家區黨部 根據什麼民調選票 什麼什麼什麼的結論 評估出來的結果 都評估 他事前報告是33席 最後公告變31 所以從中央角度 你跟我講的是33 我們當然就認為你33 結果哪裡想到說 地方一開會 一開會立馬翻盤不講 翻盤不講 馬上就進行公告 馬上就進行公告 然後今天就叫他們這些 黃子澤這些要去參選的人 都趕快去領表 登記參選 然後就截止了 沒有分兩階段 像此則他們還沒有到那個 現在不管如何就說 他就立刻公告了 吳敦毅說 我們黨中央我們尊重地方黨部 這個說法你同意嗎 不是 因為原本地方黨部 有跟中央報告 那現在突然這個翻案了之後 為什麼翻案 那總要有個說法 為什麼翻案 那我先講 我認為他犯三大錯誤 就是說第一個 你不能跟中央出爾反爾 第二個 為什麼剛才講到 內湖南港的區黨部 那個主委都辭職 因為他也跟地方協議的不符 因為當天決定席次突然改的時候 是有重量級人士強勢去做 可是現場沒有表決 所以其他 你是說無必租進入嗎 對 其他的人 大家都很錯愕 現場沒有表決 他沒有進行表決 第三個我想剛才指責 也講得很清楚 還有我們現在做的選票分析 確實傷害國民黨的形象 講到剛才港湖區 這個志賢也講了 現在地方在流傳的話 我認為缺梅沙議員 但沒有證實 對 我認為缺梅沙議員非常倒楣 我覺得他要趕快出來澄清 因為很簡單 他一端捲入這件事情 缺梅沙現任 他民調第一名他很高 他如果還需要去運作 只為了要讓他自己衝高票 然後自私到說寧可讓國民黨 這裡明明有機會再當選一個 也少掉席次 那不要講什麼了 對他現在這一屆的議員 都已經是很大的 所傷害這種留言 對他選票很傷 他還要想2020去跟李彥秀挑戰 這怎麼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問題 剛才洪威講的千真萬確 第一個 對他們現任的已經是傷害 對港湖區的人更是受傷 外界有非常多的迷思是錯誤的 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譬如說你如果看這個 很多人會講說 那黃子澤 9000多票 如果李彥秀給他5000票 他就上了 他就贏江志明 對不對 但是其實真正在選舉時候 票是沒辦法給的 因為你不曉得選明要投給誰 很多人都這樣想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這一屆的 四年北投潘懷中兩萬六 新黨提名兩個人 另外一個人叫楊靜宜 他哪一萬多 只要一萬三就上了 潘懷中再給他5000票他就上了 給不了 給不了 大家都以為給得了給不了 就很多人都用數字去堆切 第二個很多人認為說 國民黨選票都回來了 沒有 我絕對沒有回來 因為我們觀察這幾年 國民黨其實年輕的選票都回不來 本來大家基於就 國民黨要強 就是說你要有個母雞 現在蔡英文昨天還交代一天說 你去做新北市的母雞 這母雞很重要 就是那個氣勢 連勝文剛選的時候 有母雞效應 剛選的時候 可是後來因為 聲勢就慢慢漏了 就沒有母雞效應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現在要選台北市的這些選將 老實講沒有母雞效應 最後一定會產生一個人 可能丁左宗可能中小平或誰 可是他就沒有母雞效應 那就會影響到了 那我再來講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說 大家講國民黨票回來了 沒有回來 我自己的觀察沒有回來 為什麼 因為年輕選票沒有要投給國民黨 國民黨認為說 我們有年輕選票 如果國民黨有年輕選票的話 我告訴你一個事實 蔣萬安就已經參選了 蔣萬安在 在所有的選將裡面 被媒體點名的所有人裡面 去做民調 他的年輕選票是最少的 最多還是柯文森 柯文森年級比他大一大把 所以很多人用年紀去跪 不是 因為他有個政黨標籤 有個個人形象在裡面 到底國民黨應該積極的 擴張性的去提 我多提一些人 然後是不是會振奮我的事情 還是應該我應該保守的 務實的清算的選票 到底這中間得失如何 可是你目標是一回事 你要到哪裡是一回事 你的過程 就像永平剛講的 如果你過程對上報告 對下報告跟你最後出來的公告 又不一樣 那最終這整個過程 就已經傷害了國民黨 整體的戰力跟形象 所以我憂心的 我從來不是國民黨黨員 但我憂心的是 當國民黨這麼弱 這麼弱的時候 是誰倒霉 是老百姓倒霉 是人民倒霉 當民主政治 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在野黨 去監督執政的人的時候 執政的人就為所欲為 全台灣都是他家的 當然婦聯會也變成民進黨的 現在在婦聯會 就一個明明白白的事實 孤顏卓雲前主委 是宋美玲親點的 勤勤懇懇在婦聯會 做了幾十年 他今年高齡97歲 而且才剛剛喪子 而孤顏卓雲的先生 叫做孤政府 孤政府是蔡英文 之所以有今天做中華民國總統 榮華富貴的最重要的提拔他的恩人 蔡英文忘恩負義追殺喪子的老人 好 那黨產會也好 內政部也好一直放消息 我這邊寫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事情 婦聯會 他說孤家搬走170箱的文件 但問題是他後面兩批的文件是 是婦聯會的職員在婦聯會打包的 然後那文件是孤家那個時候 整修房子運到孤 婦聯會的 然後婦聯會的職員打電話給孤家 然後約好時間由婦聯會的職員送過去的 他們主動打電話給孤家的 然後他們交給孤家的時候 這一批文件沒有清單也沒有簽收 那沒有清單沒有簽收 今天怎麼會跑出來指控說 孤家拿走婦聯會的帳策文件 而孤家也一再公開表明說 這不是婦聯會的帳策文件 你沒有清單 你沒有證據 你就有照相說孤家拿走 那你怎麼可以出來指控 第二個 孤顏卓雲在去年2017年 就把婦聯會的員工所有的薪資 過年的獎金 過年發雙薪 全部都發就是孤顏卓雲在任 還沒有被撤職的時候 就已經發了 不是雷倩發的 不要有人跑出來講 就是孤顏卓雲發的 很多人 很多人到今天都不說實話 資遣費呢 在當時孤顏卓雲還在任的時候 他們內部就開會了 就通過以優於勞基法的方式 權額提拨 比勞基法還好 如果我們被政府兌付 我們要解散 員工我們都照顧了 孤顏卓雲孤家 早就照顧 福聯會的員工了 也不用有人跑出來說 哎呀 我是為了福聯會的員工如何如何啊 這樣子沒有天良的講話 然後但是因為他們沒有解散 所以他們當時把那個資遣費放在法院要提存 可是後來又牽涉一些法律 所以孤家親自出來保證 如果有員工拿不到的話 資遣費的話 孤家自付 孤家幫福聯會付資遣費 第四點 這是我講的 孤顏卓雲現在指控孤顏卓雲侵占貪污如何如何的人 如果孤顏卓雲要侵占貪污請問一下 福聯會會有將近500億的房地產跟現金嗎 這是全台灣最有錢的民間組織 現金在那裡才會招來財狼虎報想要吞吃 他有貪污 我要貪污我早就拿回家了 再來 你們查民進黨查 福聯會查了兩年了 你查有沒有貪污你就查金流 他不會像陳水扁那樣夢的 弄得現金到處跑嘛 你去查銀行的金流嘛 有沒有問題一查就知道嘛 你現在在那邊講那五四三 講什麼葬事有什麼用 去查這幾十年來的金流 不就好了嗎 那那邊講說有些人講說 我是為了要幫蘭寧幫國民黨的立委 掩蓋一些醜惡的事情 然後很多人花了福聯會的錢 所以我才要跟民進黨合作 不用所有的捐款所有的東西都出來了 就是那麼一點點錢 五百億將近五百億還在 然後孤言卓語就是為了說 不願意簽下說 副聯會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才被撤職的 他不願意簽認罪協商的行政契約才被追殺的 然後民進黨根本怎麼搞怎麼搞 就是找不到說 副聯會是國民黨賦水組織的證據 而你這樣子對一個身體不好 喪子之痛 對你有提拔之恩的 對你一直非常好的97歲的老人 有一點人性怎麼看得下去 永平 是啊 我對這個事情的演變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 真的泯滅人性到一個程度 不過他泯滅人性事實上也不是新聞 你看他那個卡管 可以弄到那個管中民 可以弄到什麼地步 他們對付顧家 顧媽媽還有他女兒 我用施法來對付你啊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我傳亂你啊 嚇死你啊 你要不要回來 你不回來我花不通氣啊 每天都離奇的情節一直上演呢 連國語日報新的董事長 教育部也卡 他根本沒有人性不要臉自己啊 潘文中以後一定是歷史罪人 但是我現在要先回來講 我認為呢 這個目前為什麼 復聯會這個事情 一個97歲的老太太 孤顏著著雲 孤政府的夫人 會陷入這麼令人痛心鼻酸的處境 97歲 你知道他今天面臨什麼狀態嗎 他要不然就得一直要流亡海外 待在美國他不能回來 要不然他想要落葉歸根想回台灣 他一回台灣 每天就給你法庭傳喚 就把你印 印把你搞成被告 那印把他搞成被告 這個羅治他入罪的這個手法 多麼粗糙呢 那個事賢 就在你講的孤家的文件 那個一百多箱 那個一百多箱呢 後來大家去搞清楚 他是什麼箱子 為什麼孤家會 他為什麼會請他女兒去辦一百多箱 是因為孤顏著雲 本來他的辦公室有一定的空間 結果他自己的孤家的房子 他住的房子他正在整修 所以他才想說 那我辦公室借我自己家的東西 先站擺一下 讓我的房子去修 反正我從副聯繫沒有資訊 我要講 其實很多的人 辦公室跟家裡 尤其是主管的 你能說你沒有做過這種事嗎 你要去批評說 你看你便宜行事 你怎麼可以用你的辦公室怎麼樣 那就是站擺一下 今天你如果真要講 他犯點什麼瑕疵 他就是把他辦公室 就站擺一下 那都是他的私人的東西 那罪有那麼大嗎 那個私人的東西 等到再發生這個事情了 那他們當然 那個孤家也在處理很多的問題 那他就只好委託 他就97歲 大家不要忘了老太太 他就只好請他女兒說 那你去幫我 把當時我為了搬家 寄放在你那東西拿走 就是這樣 而且那個拿走就像之前講的 根本還有那個 那個婦聯會的同仁說 你們還有私人物品沒有搬走 他就是接到電話就去把他搬走 然後這樣也可以把他羅制成說 侵占了帳冊 然後回去稅了資料 好 他有沒有稅紙 他可能有稅紙 那他稅他自己家的沒用的 像我之前去美國留學 我有一大堆那個論文 過了二十年 我現在才在稅那個紙 然後你今天要來稅我那個紙說 指控我說 你當年在立委做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在這時候稅紙 人家沒有稅紙的自由嗎 民進黨最厲害的是司法 很多人不曉得 譬如說管庄民 我們一直羞辱你 你都不講出那一句話說 老子不幹了 結果我們現在找你麻煩是什麼 我們找檢察官 你在大陸有沒有兼職 天啊 對 昨天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已經啟動了 到時候他傳信管庄民 管庄民現在是 朋友簽他你不要出便 管庄民會出便 出便一堆記者去讀 你怎麼樣怎麼樣 就羞辱你 你看孤家這個情況一樣 他最後採取什麼手段 他開始先用司法去恐嚇那些老太太 你如果我們政府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想好 那我們來簽吧 簽政治協約 那你就不要找我麻煩了 我不要傳喚我 不要約談我 那現在大家想通了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跟他打官司也贏了 國以日報也贏了對不對 文化大學也贏了 文化大學也贏了 我們為什麼不跟他佔到底 好 那佔到底 佔到底當然有人不無趣 等於說互聯會自己有些人認為說 我們還有十分之一可以用 當然可以好好用 為什麼要跟民進黨為敵 我們要跟民進黨合作 可以拿到十分之一 可是有更多的人說 我們要跟民進黨來對幹 這個是經過投票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那他們怎麼樣 他們對付孤家 孤媽媽還有他女兒 我用司法來對付你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我傳喚你 嚇死你 你要不要回來 你不回來我發布通緝 姑媽媽97歲被通緝都難聽 那你回來呢 回來一堆媒體去賭他 因為檢察官就會通知所有媒體 趕快來賭 人在這裡就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要逼他下跪求饒 所以民進黨一直是用司法在玩 你看陳水扁這樣搞 搞到最後大家拼命拼命一直罵 結果今天出來了陳志忠 高雄第一高票 他獲得的民調是多少 24.38 十幾個人在選他一個人獲得四分之一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就是在搞司法 所以完全不要相信 一定要跟他占到底 民進黨對內搞司法 蹂躏人民對外靠謊言 抓美日大腿然後對抗 反對中國大陸任何一件事情 台旅法就是民進黨跟川普 美國一起做出來 要來對付中國大陸的 好 3月21日美國商會的謝年犯 美國亞太副助親黃之漢 個年輕小伙子 就跟蔡英文碰面了 蔡英文稱讚 台旅法是強化台美關係上 一個令人驚奇的進展 那個得意洋洋之情 真是難以描繪 這個美國的官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政策 我們要確保台灣人民 可以繼續他們選擇的道路 不受脅迫 這都是沒有點名在罵中國大陸 罵人不點名的 即使台灣換政府換總統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也不會變 然後台美關係不是一種交易 也不會因為區域內的權力更迭而改變 也不會因為新挑戰 新威脅而改變呢 還有台灣的憲政民主 卻是印太地區的典範 為了讓台灣這個民主典範 發揮最大的效用 不能夠再讓台灣不公平的被排除在 國際社會外 黃之翰先生啊 Mr.黃 我們節目前半段講的 你懂不懂啊 民進黨搞了所有的違憲的 訴及既往既正己罪的這些 羞辱人權剝奪言論這些事情 你都假裝沒看到嗎 還台灣民主憲政是典範呢 點你個頭 洪威 其實從這個黃之翰來台灣訪問 到同時陳菊到美國去訪問 那麼其實你看好像很多的媒體 或者是蔡政府都把它變成說 好像這是台旅法怎麼樣發生 他的效應啊 台旅法有多麼的神奇 可是事實上 陳菊他現在還是高雄市長吧 我們過去地方首長去美國訪問 只有陳菊嗎 太多了 我就說馬英九 郝龍斌 到現在柯平 還有之前的賴清德 不是都到美國訪問 包含他這一次到美國的智庫去做演講 林黛化不是高雄市長 他都去同樣的智庫去做演講 所以他到底有什麼了不起之處 對 所以台旅法他到底有什麼神奇 好 那麼黃之翰 他是這個國務院的亞太副助卿 那麼我請問一下 在台旅法生效之前 有沒有同樣等級的到台灣訪問 多了 請問一下 這是最高層級來台灣訪問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說 當台旅法通過 當然我覺得我們很多人說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我們也希望在台美之間 能夠有多一些的高層的官員互訪 可是台旅法真的沒有這麼神奇 然後更離譜的是蔡英文說 台旅法的通過是一個驚奇的進展 他到底驚奇在哪裡 我請問一下驚奇在哪裡 美國國務院的官網 把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拿掉 算不算驚奇啊 我覺得那個對我們來講 才是很大的衝擊嘛 而黃之翰來到這個台灣 陳菊到美國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人問一聲 有沒有人抗議一下說 拜託 你把美國國務院的這個官網 把我們的國旗放上去 有沒有 我從來沒有聽到這樣的論調 然後講得非常驚奇 然後我也要請問黃之翰先生 你這麼在乎台灣的 國際社會的空間還要協助 那今年的WHA 請問美國的努力在哪裡 美國每天都是口惠而實不至 每天都說口頭上說 我多麼支持 多麼支持 結果我們連邀請函都收不到 所以拜託了 不要再是用口惠實不至 來告訴你有多麼驚奇了 打開兩岸關係的那個 那個鑰子是九二共識的話 還是找不到的 換句話你就是很明明白白告訴 我就不要九二共識 跟蔡英文講說我維持現狀 那根本是假的 他根本就是在搞台獨 美國對台灣到底是愛情騙子 還是詐騙集團呢 可是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向來講話都會算話 說到一定做到 我們聽聽看李克強怎麼講 正因為我們同屬一個中國 那就不能容忍任何台獨的歧途或主張 也不能允許外國勢力打台灣牌 這會給兩岸同胞 給兩岸的關係都帶來困難 不容許外國勢力打台灣牌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堅決反對台灣旅行法 然後會就黃之漢訪台的有關情況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北京鷹派的環球時報 他說射三箭 一旦美國國務院或國防部的高官訪台 北京要禁止他們限職任期內訪大陸 對台灣的邦交國要施壓 最後讓台灣臨邦交 最後逐步升級 軍艦繞台 做好台灣發生直接軍事摩擦的準備 連陳菊到美國智庫的時候 他都講 對於美國 蔡總統也知道我們有期待 但不能有依賴 所以3月18號19號的時候 其實大陸的遼寧艦 已經開始在台灣海峽這邊通過了 可是陳明通說 我們兩岸關係我們不要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國民黨主張的 但這個名詞很多爭議 那這個社會還需要為這個名詞 糾纏這麼久嗎 我們不要再爭辯了 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因為是你們可惡的國民黨弄的 所以這樣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九二共識的話 真正的兩岸的鑰匙是 中華民國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這樣子的話有這個 那我們另外再搞一些小動作 跟美國都搞西搞 應該沒關係吧 菲委員 我想陳明通他腦筋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想得非常的清楚 是一中 是一個中國 一中憲法 我們立刻調出來了 中華民國憲法 我覺得這個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 他現在為了要反對 就講了一些很沒有學問的話 是不是他這個是要去糊弄老共的 真的 糊弄老百姓 糊弄媒體 糊弄老共 都出來了 那為什麼沒有立委去問陳明通 說請他念 這個是 這五個字 立委在前什麼 他會回答 因為陳主委不代表陳教授講話 在那個 在他們委員會 因為他是 昨天 第一次到委員會去接受背景 有我們國民党委員有問他類似的話 剩下別的委員要去問 可能要在總質詢的時候 總質詢是二五 總質詢禮拜二 賴清德講的 跟陳明通就站在他旁邊 我就講了一句 我就傷害兩岸情感非常嚴重的話 他剛才講的九二共識 他就我們有位委員就問他 他說如果要在台灣要找到 打開兩岸關係的那個鑰匙是九二共識的話 他是找不到 換句話你就是很明明白白告訴 我就不要九二共識 跟蔡英文講說我維持現狀 根本是假的 根本就是在搞台獨 陳明通繼續講 就是我們不需要九二共識 不要九二共識 因為有爭議就是不要 兩岸的鑰匙不是九二共識 是中華民國憲法跟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中華民國憲法的前言就是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 然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一條就叫做國家統一前 糟糕 這個字 反覆不斷的出現 國家統一前 然後第二條也講 因為國家統一前 表示現在國家分裂 分裂成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那怎麼辦呢 委員 所以我覺得像 我們國民黨當時所定調 在馬英九遊戲當中 他當總總的地道 就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至少我們覺得還有一些緩和 緩衝的地帶 現在搞的就是 民進黨搞的擺明的就是毒 我們來講講一點台旅法 台旅法如果說按照馬英九的定調 我是親美 河中 那對台灣是加分的 在親美河中的狀況下 對台灣 當然我們外交空間相對是大的 如果說扮演著像大陸的國務院發言人 他們這樣子講 然後有什麼色三界 這個台旅法 台旅法對台灣而言是一個傷害 這個我們扮演一個跟美國 我們扮演美國跟大陸之間的棋子 棋子最後非常可能會怎麼樣 叫棄居保帥 那個 鑰匙掉了怎麼辦 要嗎第一個撿起來 第二個怎麼樣 就送醫院 陳明東我覺得他的邏輯有點怪怪的 他又說他不要九二共識 可是他說要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跟兩岸人民共識條例 那請問哪一個協議最靠近 所謂的憲法或兩岸人民共識條例 不就九二共識嗎 九二共識就符合 對啊 一中各表 最符合就是他 不然你到底要什麼 對不對 所以鑰匙掉怎麼辦 真的趕快送醫院吧 我要再次強調 假設你把不管是台旅法 或等等台美之間的關係 拿來當作一種政治的籌碼 這邊的亂搞 最後傷害只是兩岸關係 還有美中台三邊的平衡關係而已 台旅法在還沒有通過之前 請問台灣中華民國有沒有總統到過美國 有嘛 1995年的時候李登輝就訪美了 所以台旅法事實上是一個政治性很高的 一個議題或法案 用不用要看後面行政 美國的行政官員的態度 所以說不要高興那麼早 甚至拿來當籌碼 甚至把它破壞兩岸關係 我再舉一個例子 2017年美國國防部也通過了授權法案 他們規定說可以讓雙方 台美之間的軍事高階司機關可以互訪 可是有落實嗎 也沒有落實 現實環境是如此 我要再次強調 假設你把不管是台旅法 或等等台美之間的關係 拿來當作一種政治的籌碼 這邊亂搞 最後傷害只是兩岸關係 還有美中台三邊的平衡關係而已 所以如果你去相信這一些 去拉美國跟日本 那你喪失的就是民進黨 最基本的支持者 種田的農民還有捕魚的移民 這些是最支持民進黨 美國要求美租進來 你下來你怎麼辦 你當他取子 日本就欺負台灣移民就好了 日本就欺負台灣移民 你看今天謝陽庭接受訪問 他說日本官員給我們看照片 我們移民有拿兩條魚 兩條魚 他說我們如果提出緩駁的時候 他會拿出錄影帶 他還罵台灣漁民 他說我們的移民比較活潑 怎麼講呢 我們移民為什麼比較活潑呢 因為我們天下四海為家 所以我們都會去 意思就是說我們會越過那個界線 他是你練什麼小話 對啊 他說其實我這樣講 好像是稱讚 也不對 就是你會換 你會犯規嘛 意思這樣講 他就已經根本語無倫次 他想幫日本人講話來教訓台灣人 又說不出一個道理出來 可是過去很久 在當總統的時候 我們宜林可以去釣魚台 對不對 可以到處去捕魚 那麼多地方去 日本人也不敢抗議啊 就是日本 就是有謝長庭這種媚日的人 把我們的漁民 都往中共那裡趕過去了 現在要五星期 就可以去捕魚了 他們通通多去捕 都怪五星期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